不是吧 这大战还未结束 这导国之神竟然提前开始庆祝了起来 就在刚刚 面对徐佐之男的连续进攻 石皇帝不为所动 这经济场上河沸水波涛汹涌 而他傲然立于长城之上 其王者之势足以震慑全场 而身为神明的徐佐之男 就从未想过 这世间竟有一人类 可以从气场上完全碾压自己 一世间他恼羞成怒 高举十拳剑 从虚空中直接召唤出 刺目童子和玉藻前两大妖王 只一瞬间 经济场内风声四起 就在这时 玉藻前率先动了起来 大片的妖狐之火 直接冲向石皇帝 与此同时 刺目童子的地狱之手 也凭空出现 可谁能想到 石皇帝轻蔑一笑 一声龙岩突然响起 指着一声 不仅破了两个妖王的攻击 甚至还令他们颤抖了起来 所谓祖龙线万魔退缺 这就是血脉压制 眼见此一幕 场上的观众彻底的兴奋了起来 这个守护了华夏几千年来的石皇帝 这一次守护的是整个人类的命运 见此一幕 一旁的须左之男轻蔑一笑 他竟再次召唤出六个妖王 只见天地变色 妖气横飞 大天狗和大月丸等等 细数登场 这八大妖王 齐聚女武神的竞技场上 而下一秒 石皇帝被他们团团围住 只在这数秒钟 须左之男占尽了优势 甚至就连他本人都认为 自己已经获得了胜利 他竟然还提前庆祝了起来 只见这弟弟之下 突然钻出无数的小妖 跳着各种诡异的舞蹈 坊间传闻 此一事在岛国十分的盛行 这正是盗墓贼下幕之前的开幕一事 而眼见此刻 石皇帝孤立无援 须左之男 邪八大妖王就要动手之时 这阅王八剑突然出现 立于石皇帝的面前 而在这八剑之中 都蕴藏着各自的剑铃 而以真钢剑为首的六剑毒 直接和八大妖王硬钢了起来 而说起的六剑奴可大有来历 此六人配合默契 各司其职 六人的联手合集 这天下人少有一盒之敌 绝对是天子号一等的杀手 一时间凭六人之力 完全牵制住了八大妖王 可见实力绝对可怕 而在这八剑之中 还有两把剑铃 立于石皇帝的两侧 从出现之后 一直未曾出手 身份极为神秘 此时场上的观众 也对石皇帝产生了好奇 之前拦下第六天魔王 波寻的那个神秘少年 还未现身 而此时又多出了 两把神秘剑铃 但最可怕的是 达到了现在 这石皇帝的女巫神 幻化武器 到底是什么都不知道 眼剑长上又变得势均力敌 须左之男竟突然开启 左眼同树 只在瞬间 六剑奴仿佛进入了异度空间 身体也变得完全停滞 不错 这正是须左之男的阅读 趁此机会八大妖王 齐聚合集 而六剑奴的生死 就在这旦夕之间 而在下一期视频中 神秘的两位剑铃 突然出手 只见场上剑翼四骑 纵横交错 八大妖王被一击中伤 而石皇帝趁势追击 终于揭开了他的诸多谜题 领域展开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